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复旦大学研究,月酸促进癌细胞的发展 补充月酸还安全吗?告诉你答案 月酸不是孕妇才吃的吗? 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也要吃月酸 李叔觉得医生肯定是开错药了 今年64岁的李叔,两年前在一个社区的检查中 查出了高血压 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强壮的像头牛 没有吃酸药药的必要 而且那玩意指不定伤肝伤肾 直到今年年初,他在散步的时候突然晕倒 家人赶紧把他送往医院 经历这次事故后,李叔才意识到 自己要吃药了 但明明按时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 李叔的血压还是一直的居高不下 再去医院检查,原来他的体内的同型半块氨酸异常升高 随后,医生给他开了几块钱一瓶的叶酸 并叮嘱他要按时的服用 一段时间后,李叔的血压果然得到了控制 这样李叔觉得很是神奇 叶酸不是孕妇需要吃的吗 为什么还能够治疗高血压呀 一,为什么叶酸也能够治疗高血压 相信很多人都和李叔对于叶酸的看法一样 他是孕妇才需要补充的 普通人无需补充 但在李叔身上的确看到了叶酸带来的好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酸是人体细胞生长繁殖 所必须的一种B组维生素 它最常见的一个功效就是 帮助预防新生儿神经管缺陷 被孕期、孕生初期的女性 尤其需要注意补充 那么,高血压患者之所以要补充叶酸 其实和患者体内的同型半个氨酸的水平身高 不少的研究已经证明 高同型半个氨酸血症会增加脑触重的风险 但补充叶酸和其他B组维生素 可以帮助清除同型半个氨酸 而我国高血压患者中 约有三十分之存在同型半个氨酸升高的现象 这种现象被称之为H型高血压 有学者推测,我国H型高血压患者人数众多 与饮食中缺乏叶酸、遗传因素相关 因此补充叶酸也可以帮助H型高血压患者的稳定血压 根据我国心血管专家制定的H型高血压诊断 以治疗专家共识的建议 H型高血压的患者每天可以补充0.8毫克叶酸 连续都服用三年以上 北京大学人门医院新内科刘健教授提醒 不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需要补充叶酸 对于没有出现同型半个氨酸水平升高的高血压患者 盲目的补充叶酸可能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引发其他的疾病 除了控制H型高血压预防脑粗重以外 液酸在这些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预防胎儿畸形 液酸可参与氨基酸核酸的代谢 对细胞增殖组织分化以及身体生长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妊娠初期备孕期的女性 通过补充液酸可以显著的降低牺牲而发生神经管缺陷的风险 2.降低痴呆的风险 补充液酸可以降低血液内同型半个氨酸的水平 该物质是二质海默症血管性的痴呆的独立危险因素 通过补充液酸或以降低痴呆风险相关 3.延缓慢性肾脏病 针对于罹患高血压伴有同型半个氨酸升高的慢性肾病的患者单独的补充液酸 这对于延缓病情的进展有帮助 对于还没有罹患肾脏病的H型高血压的患者 通过补充液酸也能够一定程度的预防慢性肾病的发生 4.预防贫血 液酸是身体造血所必须的原材料之一 一旦体内缺乏液酸就会导致红血球的异常 红细胞将无法正常的成熟 临床上很多贫血的患者正是由于体内缺乏液酸所致 通过补充液酸可以缓解身体贫血的表现 2.复旦研究过量服用液酸会增加癌症风险 适量的补充液酸虽然可以带来好处 但是长期过量的补充液酸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 《治安》杂志上曾发表过一项 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团队进行的研究 研究发现补充过量的液酸 会打肢体内癌组织内的甲硫氨酸循环加快 可促进肝细胞癌发展 该研究在小鼠身上进行 研究开始时分别将小鼠分为三组 液酸摄入过量组 摄入标准组 无液酸摄入组 经过5个月的实验 发现液酸摄入过高组 因纯化高脂饮食 又到产生的肝癌发展更为迅速 肿瘤组织和体积都比另外两组要大 那液酸会增加肝癌风险 是否还有必要补充液酸呢 孕妇补充液酸会不会有安全风险 当然有必要 任何时候都不能抛开剂量去谈毒性 上述研究中标准组的液酸摄入量为2毫克每公斤 摄入过高组为20毫克每公斤 也就是标准组的10倍 美国疾控中心推荐的孕妇液酸摄入量为0.4毫克每天 成年人每日液酸的摄入安全上限为1毫克 这个摄入量对比实验中的标准组还要低得多 也就是说 合适的范围内补充液酸 并不会出现摄入过量的情况 无需过多担心 三 安全补充液酸 牢记这三点 液酸虽好 但也要注意不能盲目的摄入 长期大量服用液酸可能会引起耳心 厌食 腹脏等不适的症状出现 在补充液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几点 一 普通人群选择食物即可 对于普通人来说 缺乏液酸首选的补充方式为食物 日常可通过多摄入富含液酸的食物来进行补充 如动物肝脏 绿叶蔬菜 豆类以及橙汁等 相较于吃药这个方法更安全健康 二 特殊人群遵循医族来补充 孕妇应该在怀孕期的三个月开始补充液酸 每日0.4毫克 H型高血压患者建议每日补充0.8毫克液酸 服用时间在三年以上 二 只海默症的患者 每日可补充0.8毫克的液酸 预防脑处中建议每日摄入0.10毫克液酸 需要提醒的是具体的剂量要遵医族 不能盲目摄入 三 服用液酸少吃四种食物 服用液酸时要避免饮酒喝茶 以及吃太多的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 如樱桃 橘子 柠檬等 同时要注意饮食要以清淡为主 避免食用大量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 否则会影响到身体对于液酸的吸收 液酸对于健康而言很重要 而且身体无法自主地合成液酸 日常要注意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尽可能的让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 最后提醒一句 是否需要补充液酸 应该咨询医生 不要自己做决定 平时把饭吃好 不喝酒 不熬夜 减少不良刺激 比什么都强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